我是192号 宋新阳 今天给大家带来小品 贵妃宝典的一个片段 然后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本周宫廷大课堂 为您讲述的就是 如何抓住皇上心 回想本宫的晋升之路啊 那就跟刷怪生计打boss是一样的 想当初我刚入宫时 只被封了一个小小的答应 你们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就是别人说什么我得得答应 我不能一辈子只当答应啊 于是我恐思冥想 终于让我研制出了能够抓住皇上心的两个大招 其实这第一招啊 说起来不过两个字 撒娇 而本宫现在就能够撒娇于无形之中 比如有一次 我跟皇上漫步在玉花园中 皇上 此时照风三月 桃花开得美极了 皇上 皇上触景深情 慢慢地抬起了我的下巴 这时候我就做了一个动作 就让皇上彻底地挨声了我 皇上 我的手绝 让我 皇上 我的手绝 让我 皇上 我的手绝 写起来了 就是凭着此招 本宫 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品位 好了 接下来本宫再传授给你们第二招 别出心裁 要说咱们皇上啊 平时喜欢听听小曲 可是你们这些傻妃子啊 总给皇上演那些老召牙的东西 清早起来 什么景色照 顺利的羊口 什么玩笑 别不想要猜你是什么关门 否许你也认知 什么哪儿红 往哪儿红啊 你们天天给皇上传这些皇上耳朵都起剪子了 是不是 要不怎么还说 本宫最了解皇上的心思呢 我为皇上 私人定制了一个 翠彤彤一大唱 我用莫丑的声音唱 爸爸去哪儿 给个节奏 那个带给我 美国女唱词 ros萝国女唱词 Lapeng 我们去哪里啊 你就是我的天哪和叮茶 宝贝宝贝 你是我的倒树 口映 猪 resonates 就是我 他 Not being you 哀哀哀哀哀哀哀 et哀哀哀哀哀哀 Cambridge 我叫我 看着这首歌曲 本宫成为了现在的贵妃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最后啊 本宫还给各位准备了个小彩蛋 皇后有没有整容 想不想听 想不想听 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